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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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最终的掌声祝贺王万玉 珍惜自己的每一场比赛 然后下一场也是一样做好自己 然后尽全力争取能赢比赛 然后多打一场试一场 确实现在这种年轻队员的冲击很强 我觉得我赢一场球太难了 然后包括我昨天打了三场球 确实对体力啊这些 都会有比较高的要求 但是我觉得只要上场 就会全力以赴吧 这些练队员是不够面生的 这些练队员是不够面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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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死 你自己可以放哦 你可以放 这样吧 你不要乱吹了 可以做一定的 南丹首轮 国评小将 现世界排名第599位的孙文 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就以4比0爆冷完胜日本新星 现世界排名第4的张本志和 晋级16强 此外 樊振东 许新 马龙 林高远 梁敬坤 也都击败了各自对手晋级 女单赛场同样是爆出了冷门 首轮比赛 顾玉婷以4比2 战胜了日本名将伊藤美成 在比赛当中 顾玉婷遇到了一些挑战 好在她及时调整 最终是有惊无险地淘汰了对手 晋级16强 我觉得王鼠欣也会作为马龙的搭档 也会有很多这方面的心理体验 但她不敢说 王鼠欣肯定觉得我老给她甩脸 不是 我觉得是真甩 试影赛 双打第一轮 我们对那个杰克的一个 他给我摆了一个这个手势 就以前训练的时候没摆过这个手势 然后我就过去 我哪把问的呀 是侧上吗 就这样咪动我呀 这点默契都没有 这点默契都没有 当时再尝尝一下 那时候还小 那时候确实王鼠欣属于年轻队员 现在我肯定不该甩了 我教育腰伞情统 包括受伤的时候是在DC 然后当时主要的起因是在开局的一个死网 那个叫自己去救的时候 比如单脚落地之后有一点 可能也是疲劳的原因 把这两个撑住 然后一点扭 然后感觉 当时就是有一点反应 因为打了几个球 以后打了关于八十三级 那个球又刺一刀疼 然后呢 确实有点疼 然后叫得也要再去